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市场明年预计有77%的新车型为新能源汽车,各大车企纷纷投入新能源汽车领域。 广州车展上,新能源汽车成为焦点,车企们纷纷表态全力支持新能源发展,而燃油车市场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。 北京现代表示将推出全新纯电车型,力争稳住燃油车基盘。 其他车企如大众、宝马等都在加速转向新能源汽车。 车企们都意识到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潜力和前景,因此加大研发投入和推出新产品。 然而,新能源汽车市场也面临内卷问题,需求高于攻击,导致销量不尽如人意,市场竞争激烈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